嗨 各位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京剧行业当中的一些行话 叫窃场 初出茅庐的学生 或者是这一出戏是新学的 头一次演 我们经常会因为舞台经验不足 或者对这个戏把握的程度 控制的程度不够 会有窃场的这种状态 这个窃场啊 挺挺可怕的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演员 都有窃场的经历 我个人跟大家分享 我的窃场的这个状态就是 脚会抖 手也会抖 就是这个人的肌肉啊 不由自己控制 我们曾经听过一种极端说法 是说窃场紧张的小腿肚子都转了筋了 这个腿肚子往前翻了 你可想是他整个的 就是肌肉有点那个抽筋那种状态 那是窃场紧张引起的 还有一个窃场的这个状态呢 就是嘴巴特别干 其实呢一直在喝水 但是越喝越干 这也是心里特别紧张的 窃场的一种表现 盖口 这个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 盖口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人物在对唱 或者对念的时候 彼此之间 衔接处 就称为盖口 你一句 我一言 两个人是否能够凑得上 这个衔接的地方叫盖口 那当然也有死盖口 或者活盖口的区别了 平常呢 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强调啊 这个盖口要怎么弄怎么弄 就是当两个人 或者是自己 跟这个其他角色的戏 特别娴熟了 演过很多次了 这个盖口啊 就让你觉得很严实 很舒服 演员之间先要舒服 舒服完了以后 表演给观众看 观众就会觉得 节奏很舒服 很流畅 这个是跟我们表演的 这个 这个娴熟的程度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盖口这个事呢 挺有意思啊 就是说 经常啊 有一些演员 是会比较死板 他只认那个 我上一句 你必须是这个词 我才能接我下一句的词 死口 也叫死盖口 绝大部分的演员呢 是活口 就是不管你 前面对什么词 多一个呢 少一个压 都没关系 我按照我的 剧情的这个 推进的这个逻辑 来念 我就念 我该念的 我唱我该唱的 有的人呢 多一句 有的人少一句 因为不同诗程啊 版本都可能不一样 所以遇到一些 死口的 对手戏的这个 演员呢 就要小心一些 因为有可能 你要是放了活的盖口呢 他就接不上了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经常在 演出前 要排练 要打摩 要收牌 要想牌 是为了 尽可能的让自己熟练 不去影响 对手的这个演员的戏 当然有一些是 艺术特别高超的 记忆特别过人的 一些艺术家 他们是不喜欢死口的 我就见过 有很多这样的艺术家 他喜欢每一次 有点不一样 他甚至会临场 会有一些激性的发挥 当然让你还觉得很舒服 这是说明 这些艺术家呢 口袋里装的东西多了 随时随地 他可以拿出来 这么说也行 那么唱也行 这么 但是最后 他还是一盘棋 还是一个整体 里面小东西 会有一些差别 这个就跟 艺术家本身的修为 造语积累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当然都是我们 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另外盖口呢 也被我们行业的人 经常会说 两个人吵架 台下了啊 已经不是台上的事 说 哎呀 这个谁谁特能吵 特能嚷嚷 跟他吵架 都没盖口 不给我盖口 什么意思 就是我插不上话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伶牙利嘴的人呢 就是常常吵架 就是以不给别人盖口 为胜利 输的人呢 其实也不是理亏 而是因为没有盖口 插不进去 输在气势上 所以我是建议呢 大家如果要吵架 或者是辩论 要想胜利的话呢 多听听金句 多练练金句对手戏 嘴皮子功夫 然后脑子也得跟得上 以防被人不给你盖口 你就没活路了 好 跟班人开个玩笑 记住了吗 盖口